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1月16日 2022年开年 国际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中做了一个描述 天下人心思变 暗流涌动,群雄并起 原因是,除了欧洲大陆,乌克兰的僵局之外 其他方面都显示出了 美国在国际局势方面的控制力削弱了 这其中包括了哈萨克的动乱 当时许多人认为 这是一场新的颜色革命 由于哈萨克与中国新疆比邻 很多人担心,这会影响新疆的局势 也会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美国这是在中国边疆搞事 只不过,我们在当时是反过来看的 我认为,这是中俄两国的机会 可以趁这个机会收拾哈萨克境内的亲美势力 从而更加巩固中俄两国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力 我们这样看 哈萨克的动乱是中美俄三大国在新年一一时的一个较量 美国虽然来势汹汹 但是很快的,哈萨克的动乱被俄罗斯所率领的集体安全组织部队 给扑灭了 中美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立刻翻转 这就导致了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败退 中亚五国将会彻底进入中俄两国的势力版图 另外,海湾四国的外长在1月10号到1月14号 这个星期访问北京 加上后脚跟过来的托尔齐和伊朗的外长 中东六国的到访 更是吹一声了中东地区的风向转变 前两天,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支持北京冬奥会 不会进行外交抵制 印度虽然是美日印澳四方联盟的重要成员 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核心 但是,由于印度还是坚持 要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我们因而推论 印度也出现了风向转变的情形 印度的立场已经有所松动 不是完全站到美国那一边 而是采取更为灵活,更为中立的态度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2022年开年,亚洲大陆出现了变化 中俄两国在亚洲大陆的势力增强了 美国反而退化了 因此,中俄两国的战略打通欧亚大陆 秉出美国的势力 能够在亚洲大陆先得以实现 我们翻开地图 画面上是亚洲大陆的全貌图 再看另外一张图 这张图标记着一些国家名称 概念会比较清晰一些 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 基本上还是亲中俄两国的 虽然说,美国与日本都曾经想要拉拢蒙古 蒙古偶尔也会跟中国闹一闹,吵一吵 但是,既然夹在中俄两国之间 蒙古就没有闹事的本钱 东亚国家呢? RCP在1月1号生效 加上,美国在去年曾经数次派遣高级官员 访问东南亚国家 但是,都没有效果 不用说,东南亚在经济上 已经是亲近中国 在政治上,过去许多人会说 东南亚是政治亲美,经济亲中 不过,杨风要扭转这个看法 所谓的政治亲美 经过特朗普实际的贸易战 加征关税 东南亚国家在政治上的认知 已经有所改变 再加上,中美两国四年贸易战下来 中美两国力量的天平 已经趋近平衡 除了个别国家 比如说,菲律宾,越南,新加坡 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偏向美国 其他的国家会采取中立的态度 所以,所谓的东南亚国家 几年的折腾下来 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良好 接下来的重点是中亚,西亚与中东 中亚五国经过哈萨克的动漫事件 我们估计 几年之后 中亚五国的亲美势力会更多的被清理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美国不要轻易出手 一旦出手就要赢 如果轻易出手,一旦败下阵来了 原有的力量,原有的势力 反而会被对手清理 这就是典型的 一盘好奇下沉了烂奇 目前的西亚局势仍然是一片混沌 我们说的西亚是比较狭义的西亚 包括了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 以及塞普鲁斯 基本上 这四个国家是在亚洲大陆的西部边缘地区 现在还是在美国 俄罗斯 欧盟与土耳其势力的拉扯之中 由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影响力 这四个国家不至于出现极力反中的情形 一方面 是这几个国家的力量小 二方面 北约也管不到这里 三方面 一旦出了事情 这几个国家都有可能会被K 被揍 他们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 与周边大国和平相处 所以剩下来的也是很重要的 传统的中东地区 这次到北京访问的中东六国 除了土耳其之外 伊朗、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阿曼和巴林 都是产油国 在过去 这些中东的产油国 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沙特等产油国也是石油美元的拥护者 这些产油国 除了伊朗之外 与美国是一种共生互利的关系 产油国所输出的石油 以美元来交易 美国回报给他们的是安全上的保护 产油国卖出石油所获得的美元 除了自己国家的开销与支出之外 许多的盈余会购买美国的资产 比如说 美国债券 股票 房地产 办公大楼 甚至于直接投资美国的企业 最著名的例子是 沙特王子瓦利德 在1990年代初期 还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大量购买美国花旗银行的股份 不过 时代变了 美国与这些产油国的关系也改变了 美国有大量的页岩油 同时对外输出 美国因此与这些产油国家 竞争原油市场 成为他们的竞争者 另外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势力在某种程度上 等于是淡出了中东地区 从美军撤出阿富汗的结果来看 这些产油国也不再能够信任美国 一定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利益 再加上 去年 美国在全球大力推行节能减碳 碳排放 就是这些产油国的致命伤 这些产油国想要经济转型 只能够找中国了 大家还记得 去年3月下旬 欧盟指责中国新疆人权问题 北京立刻双倍奉还 反制裁回去 没多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立刻出访中东六国 除了上星期来访的科威特之外 其他五个国家 都在王毅那一次的访问行程中 另外一个是阿联酋 这说明了 北京在中东地区所下的功夫 不是一天两天了 同时 这次中东六国访问北京 也传达出另外一种信息 美国很难再迫使其他的国家 反华 反中 难度加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美国在全球大约有60个盟国 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 有驻军或者是军事基地 但是在去年六月 加拿大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批评中国新疆人权问题 那一次 美国的阵营 有43个国家签署联合声明 谴责中国新疆人权问题 却有超过90个国家 支持中国的立场 那一次的投票 美国60个盟国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军 哪里去了呢? 美国在全球的掌控力 已经松动了 这是一个现实 这43个国家可以算得出来 北约30个盟员 一些欧洲国家 再加上五眼联盟 还有几个零星的美国的盟国 比如说日本 这说明了 中美激烈碰撞之下 美国在全球能够动员的国家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而且只能够以美国的盟国为主 另外一方面 一些美国的盟国 或者是盟友 还不见得给美国面子 不愿意站在美国这一边 这就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总结推论 我们去年3月10号的视频 这一项全球最大 美国将无法阻止中国 因为2020年 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这些产油国家来说 中国对他们的意义是 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这些产油国想要经济转型 经济多样化 不找中国找谁呢? 美国如果想要重新取得 这些产油国的友谊 可以 那就协助这些产油国家们 经济转型 甚至于刻意向他们开放市场 可是 美国现在讲究的是保护主义 美国优先 这些方面 拜登政府完全承袭了特朗普的政策 没有改变 只是表面上没有说而已 实际上 拜登可能比特朗普时期做得更多 美国还想要通过一个法案 买美国货法案 规定国防部的武器采购合约 必须要逐年提升 美国本土制造的零部件的比例 美国这个趋势持续下去 只会越来越保守 保护主义只会越来越抬头 对这些产油国家来说 美国市场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这是第一点 中国消费市场的吸引力 第二点 中国的投资市场 这些产油国家们 尤其是海湾国家 有主权财富基金 特别是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 他们想要寻找一个可靠的投资环境 之前 这些主权财富基金 把投资的目光放在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市场 但是这几年 美国滥发美元 美元信用的不确定 再加上 美国动不动就制裁别人 他们会想要寻求一个新的投资环境 这时候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人民币汇率稳定 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相对高速的增长 这是比较上的优势 第三点 中俄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 越来越巩固了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逐年增加 美国反而是从中东地区撤军 影响力消退 再加上 中国不干涉他国的内政 对这些产油国家来说 中国会是一个相对可靠的伙伴 最后的结论 这些产油国也看出来了 天下大事正在改变 他们必须要适应这个改变 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 为自己的财富基金寻找机会 一方面 中俄两国在亚洲大陆的势力增长 美国的势力反而消退了 这是因为 美国主动从中东地区撤退 战略收缩 从叙利亚撤军 从阿富汗撤军 未来还要从伊拉克撤军 二方面是 美国认为 从中东地区撤出部分的兵力 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 对付中国 再加上 印度走向中立的趋势 美国在亚洲大陆 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大不如前 可以预见 中俄两国在亚洲大陆 逐渐整合 首先是 扩大在政治上 与军事上的影响力 然后逐渐在经济上整合 这时候 就是一带一路上场了 再加上 中海自由贸易区的推动 中医战略协议 以及阿富汗的重建工作 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 几年之后 亚洲大陆国家会慢慢的整合 会出现几个经济圈 RCEP的经济圈 中海自由贸易经济圈 以及一带一路的经济圈 亚洲国家抛开意识形态 一起搞经济 一起搞建设 一起发财 我们已经看到了趋势 亚洲经济圈的大整合 到时候 印度会不会改变想法 重新考虑加入这样的经济圈呢? 欧盟国家呢? 亚洲大陆 如果如火如荼的整合经济 欧洲国家会向亚洲大陆看齐吗? 不要忘了 一带一路计划 原本就有欧洲国家的份 而且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把欧亚大陆连在一起 另外 美国还有可能扭转局势吗?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